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 乃是母胎中初得二根 生根 命根 加罗罗死 以杀心起方便 欲令死 死则犯不可悔 于犯同如上说 这个是乃至 这个乃至呢 这个也是讲母胎 跟这个怀孕有关的 跟这个怀孕有关的 那么前面讲这个怀孕呢 这个胎儿形成时间比较久了 可能有几个月了 那么这里讲呢 是初得二根 是刚刚 刚刚怀孕的时候 比如说刚刚怀孕才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刚刚怀孕 那么刚刚怀孕呢 他就有生根跟命根了 加罗罗死 这个 加罗罗呢 我们这个 谦要里面讲 加罗罗 获云 戈罗罗 获云 截罗然 此番宁法 又番杂慧 所以 状如宁书 乃胎中初七日未也 这个谦也给你们解释这个 加罗罗 这是印度话 那么它有几种译音 有翻译为戈罗罗的 有翻译截罗兰 这个 三种意义不同 那么 翻成中文的意思呢 是 宁华 那么 又翻为 杂慧 宁华的意思呢 状如宁书 好像那个疏弱呢 它 凝固起来 那个形状啊 就像那个 疏啊 疏弱啊 我们现在就讲那个乃制品啊 凝固的 这是指 胎中初七日未 就是 你能怀孕啊 第七天 就是 刚刚怀孕一个星序 那么它胎中呢 这个胎儿的形状呢 就像 宁书一样 这个就是 初得二根 但是这个时候呢 它已经有 生根跟命根了 这个时候呢 如果 故意去把它剁掉了 那也是 患不可悔罪 因为它已经 生命已经进来了 神事已经进来了 所以它就有 生根命根了 那么我们看 宏玉大师的补 文云 乃至母胎中初得二根 生根 命根 加罗罗实 大力作 乃至胎中初得二根者 为生根 命根 加罗罗实 这个大力是指四分力 比修力 比修力 里面讲的 那么这个 宏玉大师呢 引用这个四分力 补充 这段经文 给我们说明 给我们说明 这个 我们一看啊 就明了了 是刚刚啊 胎儿呢 刚刚 最初 行程的 入了母胎了 得到呢 这个生根 命根 这二根 这个叫 加罗罗 那么 广化老法师 他有一个补助 这个补助是一个 假设性的问答 或问呢 母亲不小心 发生意外而流产 犯杀戒否 答不犯 无杀心固 那么 如果有一次看到这段经文 受了五戒了 这个 母亲不小心 发生意外的流产 这个是 常常有的事情 常常有 那么这个 患不患杀戒呢 那么 这里补助给我们讲 不患 就是 他没有患杀戒 为什么没有患呢 因为 他没有杀戒 他不是存心要去 堕胎的 所以这个流产跟堕胎呢 当然是不一样的 流产呢 他是不小心 无意的 这个不患杀戒 那么在这个母胎当中呢 有生根 命根 加罗罗死 以杀心其方便 欲令死 死则患不可悔 就是 有了这个恶根 那么 以这个杀心其方便 让这个胎儿死 那么这个是犯不可悔罪了 所以这个也不能不知道 这个经文呢 这个经文呢 讲的这么详细的 就是怕 我们受了五届的 幽婆社啊 不知道 以为这个怀孕几个月呢 堕胎才有罪 他刚刚才一个礼拜呢 就赶快给他堕掉了 大概就没罪了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很明显 这个时候你就 不可以堕胎了 他已经有生命了 他有命根了 如果这个时候呢 在一个礼拜 怀孕一个礼拜呢 就给他堕胎了 让这个胎儿死了 这样还是患不可悔罪 一患同如上说 那余就是包括其他的 就如同啊 上面啊 讲的 这个结罪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 就可以以此类推了 啊